就在刚刚 一群全副武装的歹徒来到一所小学 女老师无力阻止 很快老师和孩子都被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一辆警车正往这赶来 围首的军官名叫李杰 是一名拆弹专家 这时孩子和老师都被绑在了巴士上 彻底还安装了定时炸弹 眼看时间不多了 李杰带着两根助手就冲了上去 不料其中一个助手竟踩中了一个地雷 他刚一挪开脚 此时距离爆炸只有十多分钟了 李杰拆开炸弹 剪断了一根白线 但他知道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果不其然他在黄线背后又发现了一根金属线 他又剪断了黄线 炸弹的信号灯熄灭了 可是打开电路板 后面竟然还有两根线 其中一根可以切断电源 而另外一根则会直接爆炸 这时来了一通电话要找李杰 他跑过来接起电话 电话里的男人自称医生 曾经也是警队的一员 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他决心报复 李杰恳请他出于人道主义 告诉自己盖解哪根线 而医生只是说道 原一定要扣自己 此时距离爆炸只剩下几秒钟了 他没有时间再考虑了 只能搏一把让助手剪断红线 助手双眼一闭 剪断了红线 等他睁开眼睛 计时器果然停了下来 可李杰还没来得及高兴 汽车还是爆炸了 万念聚会的李杰辞去了所有职务 人间蒸发般的消失了 他是奉命来拍摄的记者小珍 而他拍摄的对象 这是武打巨星龙威 龙威今天要拍一场跳楼的戏 可他昨晚宿醉现在还没醒酒 经纪人只能叫来龙威的替身大胆 而大胆正是已经失踪两年的李杰 大胆下来叫醒了龙威 此时楼下已经聚集了一大堆隐秘 小珍也在楼下准备抓拍这一幕 龙威先在上面打了个招呼 接着往后一说 大胆就顶替他跳了下来 而龙威自赶紧从楼梯跑下去 大胆一个翻身 头朝下砸在海绵垫上 底下的工作人员立马把他围了起来 这时龙威也赶到了楼下 趁乱快速钻进了人群 而影迷因为太激动 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而龙威则堂而皇之地站起身 接受影迷的欢呼与喝彩 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回到电视台的小珍通过曼放 发现了龙威使用替身的秘密 他们当即决定开始跟踪龙威 多拍些素材等台青一起包光他 龙威平常的生活十分奢靡 身边少不了一群美女做伴 而这一切都被小珍和摄影师拍了下来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却被大胆抓了个现行 大胆让他们交出摄影袋 摄影师十分听话地照做 可他刚掏出袋子 就被刁门的小珍拦了下来 别不讲理 你会吃亏的 袋子给我 有本事过来拿 你不要逼我 我就喜欢逼你 怎么样 对不起 就这样 袋子被李杰盗了出来 而龙威这边正打算跟经纪人 还有老爸一起 去参加一个顶级珠宝展览 这次的展览童又吸引了医生的注意 他准备在展览当天抢走珠宝 参与计划的还有他的女朋友飞飞 得力助手三邦 以及他的亲弟弟兔子 飞飞更是应聘了举办展览的酒店 并伪装成了服务员 展览当晚 酒店聚集了全香港的富豪 记者小珍为了偷拍龙威 也乔装混入了酒店 大胆送为龙威一行后 正准备开车离开 不料却正好碰到了医生 这个声音早已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 大胆立马意识到 这个人就是医生 他赶紧去车返回了酒店 告诉保安这里可能会有危险 可保安根本不相信他说的 而龙威这回已经跟飞飞勾搭上了 就在这时 展览正式开始 三件沙皇的珠宝生了起来 他们被密封在防弹玻璃里 没有密码根本无法从外面打开 这时 两辆车驶入了酒店 保安敢要上前查看 就被兔子拿枪做掉 监控室的保安看到这一幕正要报警 就被飞飞一把拦住 然后一刀剁掉了他的手 兔子一伙人乘电梯来到酒店打他 把所有安保人员通通干掉 然后清理好现场 还在大门前摆放好已经关门的牌子 出来找飞飞的龙威正好撞见这一幕 这时一个身受重伤的工作人员向他求救 而兔子这边也注意到了他 他一枪就把这人送去了西北 可不料龙威却被他抓住了要害 兔子使劲一扒了 就把这人拽了回来 不料还拽回了龙威的牛仔裤 这时他们知道有人逃走了 监控室这边 飞飞藏好了保安的尸体 他刚打算出门 不料却撞见了跑进来的龙威